这里危险 快走 师父 你终于现身了 你这小机灵鬼怎么知道是我的 师父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吴忧城第二天的追踪高手 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会逃过我的火眼睛睛 瞧个你厉害 刚夸你一句就开始膨胀了 走 汇报完汤 总算吃上桃葫芦了 真好吃 龙大夫回来了 你奶奶 这不是刚才来过的漂亮姑娘吗 漂亮姑娘 奶奶你真有眼光 请你吃桃葫芦 我这牙可不行了 还是你吃吧 龙大夫啊 屋子我已经收拾干净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辛苦您了 不辛苦 不辛苦 不是您免费帮我治病啊 我现在走都走不了呢 我是大夫吗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师父改名叫龙月生 在这临川城那行医 飞得过得好逍遥呀 倒是苦了我了 在外面兜兜转转好几个月 不是给你留了暗号了吗 自己来的慢 能怪谁 阿浩 师父你那暗号藏的可真是可以啊 不是在桥洞底下 就是在树间上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的呀 那不是为了隐藏行踪吗 再说了 你不是有千机伞可以帮你找到我 这宝贝是可以找到您 可前提是要耗费我大量斗气 这一年来我要是用它找您 我早就戚尽而亡了 再者 您说隐藏行踪 您那首龙羊就连卖瓜的都会唱 这还叫隐藏啊 反正没人知道龙是什么 是 师父 什么是龙啊 简单的说 我的鲤鱼元魂越过了门门 完成了赤姆变 让我成功晋级到一重镜 师父也是龙的九子之一 喜险豪旺 进化后 我的势力得到了大火力提升 可以远望百里 亦可细致如微 而想要升级到第二重镜 就要完成饕贴变 饕贴喜吃 唯有吞噬山河之势 方能晋级 喜吃 吞噬山河之势 一年前我离开宋家 被吴忧城的人追杀了 虽然大多都是有惊无险 不过有一次 还是被他们的斗气所打伤 不过我意外发现 我可以吸收造成内伤的斗气 来催使套体成长 这种能力不但能吸收 别人对我造成的斗气